前段时间咱们不是说大黄和一只母鸟配上了吗 而且它们俩还生蛋了 可能是第一次没什么经验 所以生出来就被它们俩提碎了 然后隔天晚上 我也看到它们俩在笼子里着急忙慌的又开始准备了 只不过这次它们俩稍微交换了一下位置 大黄也是如愿以偿的跑到上面去了 后来等了两天以后 我又来看它们繁殖箱有没有蛋 结果还是有点小失望 这大黄剩了一颗它就不生了 而且从那天开始 大黄整个家庭地位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好像它也从中找到了乐趣 再也不愿意被这个黑的彩带脚下了 由于它们是两只母鸟 而且两只都非常互乌 现在我都不敢靠近它繁殖箱了 靠近它就会咬我 给你们看看这大黄现在有多凶 痛 痛 痛啊 箱子里蛋也没有 它还这么护卧 把自己搞得像个母老虎一样 痛死了 现在双手不是为了和我亲近了 是为了咬我 看着给我咬的 于是我痛你思痛 看在它这么护卧的份上 我决定买两颗蛋给它孵 让它体验一下孵蛋的快乐 知道我对它到底有多好 那我买的蛋到了 在这里面 给大黄准备的一份小礼物 希望它会喜欢 已经打开了 这里面还放了一袋小鸡飼料 说实话这么一点 塞个牙缝都不够吧 这还有一颗糖 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 留着以后吃 赶紧把我的蛋打开看看 这整整齐齐的 没错 这就是我给大黄准备的鸡鸡蛋 本来是想着放两枚进去让它孵的 结果我发现这个蛋好像有点太大了 放一颗进去都不知道它能不能孵的下游 而且这个蛋这么大 它会不会孵还是个问题 先不去考虑这些 既然买回来了 就必须得给它放进去 既然放不了两颗 咱们就给它放一颗进去 我这也是一片良苦用心呀 想要成全它当妈妈的心愿 对吧大黄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我哟 这次不要干碎了啊 好好敷着 敷出来重重有赏 最后再来看看小伙子吧 一不小心就躺到了我的手上 今天怎么这么乖呀 把你这不赖烦的表情收起来好吧 不要让人家看出来了你是不愿意的 懂不懂呀 嗯 用低情商说 这家伙就是反身了 用高情商的话来说 这家伙就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不过不管他再怎么怕我 他也不会像另外那两只小小黑一样 看到我就跑 我发现他只是不喜欢我抓他而已 对站在我身上 他还是不会抗拒的 我发现了 感谢观看